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早 美國方面就為香港帶來了一個相當震撼的消息 美國國務院國土安全部連同衛生部 向美國國會提交了新一個財政年度的難民接收計劃 美國政府就打算 在明年要接收總共1萬5千個難民 而香港就是自從這個計劃設立以來 第一次被納入特別分配名單當中 能夠分享到難民的名額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個計劃其實自從1980年設立以來 就已經有大約380萬名難民 通過計劃已經成功在美國定居 究竟這個計劃 原生是為哪些國家而設 在去年 美國政府就通過了這個計劃 收容來自伊拉克 古巴 委內瑞拉 薩爾亞多 危地馬拉 和紅都拉斯的難民 現在香港 被列入到這個特別分配名單當中 很明顯 美國已經是把香港視之為一個第三世界的地方 其實這個舉措 明顯地也是在呼應 特朗普在5月尾的時候 白宮記者會之上提到 要將美港關係正常化 即是說 要將過去美國政府對於香港的優待 撕掉 此外 這個特別分配名單 其實同時也是在呼應 在今年7月初 美國參眾兩院議員所提出的香港避風港法案 當時這個法案就說明 說要 為著香港面臨迫害的人 提供難民身份 加陣時 卻有一個明確的措施 公佈了 當然 香港能夠分配到多少的名額 暫時就未知之數 不過 美國政界都早有預備 斷然 就不是指得特別分配名單 這一招 不會 遺留香港人 和幾個第三世界國家 競爭 1萬5千個難民名額 就算數 比如說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Tom Cotton 就已經在9月底 向參議院提交了一個名為 香港難民保護法的法案 這個法案內容大概就是講到 要將香港指定成為優先難民區 而美國政府要在未來的五年 每年都要額外增發 2萬5千個難民簽證給香港人 當然這個法案的內容 就相當具有建設性 只不過 在眾議院解決到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選任命之前 看來 都幾難有機會去討論到這個法案 除此之外 在眾議院內 有一名共和黨籍 和另一名民主黨籍的眾議員 共同提出了一個 名為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 這個法案在上星期四 已經在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內通過了 按照美國的立法程序 這個法案仍然是需要在眾議院的大會 以及參議院通過 最後再交由特朗普總統簽署 才會正式生效 這個法案其實就分了幾個部份 第一 就是要求美國的行政部門 按照移民及國籍法 認定了香港是出現一個特殊的情況 就會使得 抵達了美國的香港人 沒有辦法安全地返回香港 於是這群抵達了美國的香港人 就會符合申請臨時保護身份的資格 獲得這個身份的人 將會能夠合法地在美國居留 並且可以合法地工作 第二 這個法案也會有助於 某一批特定的香港人 加速他們申請難民身份的資格 包括那些曾經參與和平示威抗議 而被逮捕 起訴 拘留 或者是判罪的香港人 還有就是 在香港的抗爭運動當中 擔當著重要角色的人士 比如說某些組織的管理員 急救員 記者 以及協助抗爭者的法律人員 以及他們的父母和子女 第三 就是因應港區國安法的實施 而使得某些特定的香港人面臨著威脅 這個法案就說 美國政府是應該透過特定的政策 來提供避風港支持這些人 其實這個法案就應該已經涵蓋得到 英國BNO5加1計劃 所不能夠覆蓋 而又有一個需要真是離開香港的人 因為就算BNO5加1計劃 後來就已經有很多的寬限 比如說 BNO持有人的配偶 他們在97年以後出生的子女 又或者是 他們子女的配偶 雖然已經放寬了很多 但是始終來講 都不能夠覆蓋全體香港人 這個是事實 五眼聯盟國家當中有四個國家就已經是承擔了 接收香港人這個責任 美國有些的詳情就開始慢慢公佈 澳洲方面也都是一早已經是公佈了那些細節 比如說 你走去澳洲讀書就已經是成功了 他沒有分年齡 這個就已經是零藉口 如果有些人很有決心要走 去報讀一些 課程內容相對簡單 能夠應付自如的課程 相對容易一些畢業 包沒有問題 其實 之前有小部分的香港人 就擔心說 這些五眼聯盟國家 會不會是 口罕罕大隻講 講完之後 似乎很久都沒有一些細節出台 終於現在都是有的 其實那些西方國家 若然是答應得你的話 就一定是會順手承諾 不會講完之後就沒有美飛驼 講完之後就不認數 西方國家就不跟某些國家 所以香港人絕對是不需要擔心的 其實在這些法案獲得通過和正式生效以前 美國政府就已經在做事 現時在洛杉磯擔任移民顧問的89學運領袖鄭全柱提到 已經有兩名香港年輕人 得到了美國的政治庇護 這兩個人是兩者弟 弟弟自稱是陳彥霖的同學 而這兩者弟在香港就沒有被捕過或者是被通緝過的 他們在8月的時候就獲得美國當局安排會面 到了今個月就獲得通知 已經批給了庇護的要求 根據鄭全署所說 這兩者弟去到美國之後 就有繼續參與當地聲援香港的活動 這兩者弟在香港的親人都很擔心 他們回到香港之後就會不安全 而當這兩者弟得知道 美國是批給了他們的政治庇護之後 都感到非常欣喜 這件事就證實得到 首先美國政府對於所有政治庇護 或者難民申請的人士 都是一視同仁 即使是一些不出名的素人抗爭者 這件事起碼有兩個人 都成功是申請了政治庇護 第二就是 美國政府也會考慮到 究竟這些政治庇護的申請人 在返回原居地的時候 會不會面臨著一些威脅或者危險呢 根據鄭全署所說 若然 這些申請人返回原居地有10%的機會 會被當地政府以政治的理由迫害 就已經是符合申請政治庇護的要求 所以 就不需要擔心 門檻過高 就不會過高 現在我們縱觀五眼聯盟的國家當中 有四個就已經是承諾了 說會收容香港人 包括的就是加拿大之前有提及過 說會收容那些18至35歲 而又沒有BNO的香港人 那我自己就覺得 香港人都應該懷著一個感恩的心 來看待這些事 雖然可能有部分人在現階段 仍然是未被這些計劃覆蓋得到的 但是我就覺得 千萬不要對於這些國家發怨言 因為香港人相比第三世界國家的民眾來說 在西方國家的待遇已經算是不錯的了 你看看美國或者英國 或者澳洲 加拿大 他有沒有說接收白俄羅斯的那些人 有沒有接收亞塞拜疆的那些人 所以有很多東西 真是不是理所當然的 一定要事常感恩才行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